看看一些數據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出的 就說今年第二季直接投資負債 其實減少了過千億的人民幣 這個都是有紀錄以來最高的 千億是甚麼東西 相對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中國 這些是根本提都不知道要提的 外資離開 我覺得都是值得中國政府去正視的 同意是由美國的打壓所造成 但我聽說外商也有 埋怨 大家好我是施生又回到古壇斯見 除了繼續有我做客席主持 這個重量級組合依然會和大家分享 他們對於財金大事的看法 歡迎施生和曾教授 好事不宜遲 如果說到經濟大家比較關心的 就是美國方面 尤其是七月份 有些失業數據出來的失業率就上升 所以大家就很擔心美國的經濟 之前說硬著綠之後就說沒那麼擔心 就變成軟著綠 軟著綠之後 最新摩通已經將年底前 美國經濟陷入衰退的機率又上調 現在說三成半了 究竟兩位擔不擔心 摩通這些所謂的大行的言論 從來都是用自己的利益來說的 他說這些話的目的就是叫連主哥快點減息 減少一些減息 特地說現在是不是真的水深火熱呢 不是的 美國股市現在還是在極高位的 美國的失業率是大了 但還是低的 其實到今天為止我根本就看不到 它有什麼很大的危機 那現在大家在那裡唱 在9月18日要減息了 現在最大的危機就是9月18日不減息 根本根本就大家有一個期望 落空了 落空了 那就真的會出一些事的 師生 我覺得股市的表現 能否反映到大家對於經濟的預期看法呢 我自己覺得美國一直都有危機 無論它的財政赤子 外貿赤子都長期高期 它的債券也越發越多 怎樣收貨呢 就沒有人能猜得到 但是因為美元還是世界上最流通 最多人接受的貨幣 也都是各國的儲存貨幣 所以利用美元的匯率啊 去調教經濟呢 美國在這方面的能力就是很高的 所以一些同樣的事情 如果發生在其他國家呢 都會爆煲的了 別人不相信的了 但是發生在美國呢 它就可以擺平的了 所以一直都調教得不錯的 現在會不會出市呢 現在呢 聯儲局有少少兩難 我覺得它現在是有壓力要減息的 至少債券市場 市場的估計它是要減息的 那麼長息也是前一輪已經跌下來的了 那麼現在市場的預計呢 都比之前減息的幅度啊 肯定性啊都高了的 最初預計是減0.25而已 現在是9月份啊 有些估計半里 有些估計多過0.5里都有 全年呢 現在估計一里啊 到一里半都有人估計 所以市場上呢 就期望很大 那麼究竟減息 對美國有什麼影響 對全世界的金融系統有什麼影響呢 現在其實是 相反的預計都有 有些覺得是 對世界經濟應該好的 有些會認為造成動盪 對世界也都未必好的 那麼我自己很老實 都看不通 如果看得通就發大財的了 就是究竟是 你看剛剛 譬如這兩天 通脹又低了 經濟就差了 其實都是要減息的 兩個因素都要減息的 減息這麼明顯的情況下 昨天黃金是跌的 黃金應該升才是 黃金是跌的 所以很多市場的反應呢 跟有些人的理性預期是不一樣的 那減息呢應該是 因為美元會跟著跌 那美會跌了 資金可能從美國市場流出來 如果資金從美國市場流出來 影響美國的資產價格的話呢 全世界的資產都投在美聯的 很多我的朋友以前賣港股 賣A股 全部買了美股 現在說 所以美股如果大跌的話呢 全世界 真是富貴的 應該很多網民呢 都真的挺擔心的 如果美股真的這樣的話 我想知道 曾教授會不會因應減息這個預期 就是所謂大家的期望 去做一些投資上面 資產上面的配置部署調整 其實現在呢 全世界都有很大的預期感激 剛才我就說呢 如果不感激呢 就是一條 就害怕了 就害怕了 是一個股災 9月18號大家看緊一點 那如果不感激呢 是一個災難 所以現在 不妨呢 就先想一下 如果9月18號不感激 那怎麼辦 先想一下 我們做事呢 最好就是先想 最偉的情況去看 那些好的事情呢 就不照顧 南黨的感激呢 做大家都高興的事情 但是我們都要用另外一個角度 來看呢 因為世界的確現在複雜很多的 牛津資產說 欸 現在減得預期這麼高 黃金跌 前一陣子呢 黃金升啊 哈哈 美元一邊升 黃金都跟著一邊升 那黃金長期在過去幾十年呢 就美元升黃金跌的嘛 但現在呢 就美元升黃金就一起升 所以這個世界是比以前複雜了很多 讀經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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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經濟學的東西呢 拿著個 九科書 死讀呢 很嚴重的 就是 一切個複雜 不是一個因素 兩個因素 可以得到這個結論的 是很多因素一起發生的 那麼 現在美元還沒開始真的減息 但美元回價已經跌了 美元現在對所有的貨幣都跌的 對英國跌 對加拿大 對英鎊 歐元 什麼都跌的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 今天的世界呢 是不需要等到 發生那件事 而是太多人去炒那個二期 剛剛過去的8月5號呢 發生了一個什麼 黑色星期一 那個星期一是怎麼 什麼一回事呢 就是大家炒一個二期 就是一個二期 就是加上賭勝 這個世界的金融市場 已經不是一個真正的一個實際需求的市場 一百萬的市場的買賣 最多一萬元 是真正有這個需求 其他九十九萬是拿來炒的 什麼叫carry trade 炒一炒日本 銀日本 銀日本銀買美金 是真的有這個在貿易上的需求嗎 沒有 純粹就是炒 因為全世界的國家都在那裡印銀子 銀子越來越多 所以大家拿著這些銀子來炒 大家都很想在很短的時間發達 這樣就不停在拿這些錢來炒 結果呢 就令到剛才我說的 那些經濟理論全部破產 那些經濟理論是說實際的 這個東西影響另一種東西 但現在不是這個東西影響另一種東西 而是一個儀儀 大家憑著儀儀儀在那裡炒作 炒作就變成這樣 天下地暖 炒作也是一個投資氣氛 不是投資的 是賭博的 賭博 賭博 不可以用投資這兩個字 現在是和經濟無關 是的 純粹是賭博 也想問一些資金流方面 因為看一些數據 是國家外匯管理局出的 就說今年第二季直接投資負債 其實減少了過千億的人民幣 這個也是有紀錄以來最高的 很想問一下就是一些設資潮 你們覺得會不會還繼續呢 這些很小事 很小事 很小事 知道這個是什麼東西 相對一個這麼大的一個中國 這些是根本題都不知道要題 只不過有人特意 要挖一些新聞 挖一些新聞 拿來講講 相對於其他國家 中國對外資的依賴是少一些的 所以中國經濟好看本國的內需 多於看外資有多少日來 但是外資離開 我覺得都是值得中國政府去正視的 一個中國政府說它都是繼續開放 製造條件歡迎別人來投資的 但是為什麼別人走了呢 有些是美國造成的 美國這個行業又不讓你投 那個行業又不讓你投 投了那些就無辦法了 連美國公民如果是做一些科技的產業 是跟大陸有關的 它連那個國籍都可能會剝奪你的 所以嚇到很多人都無法投 但是有沒有自己的原因呢 譬如我自己接觸 譬如內地在房地產這一次的爆雷事件裡面 很多外資借的錢是不還字的 還了內地的債就不還外資那些字 一百元跌到下去一元都沒有 想拿回幾毛錢給你 那我嚇死別人誰再借錢給你 那如果你說你破產沒有錢 就說你又不是破產了 你說把資產賣掉就這麼多 還斗領都要受的 問題就是有些還多些 有些還少些 有些不處理 譬如我在內地做 都有做房地產有關的生意 那些發展商欠我的錢 很多法院都有一段時間不處理 它有優先次序 又要先補交樓 跟著補農民工工資 我們那些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收回 但我要出糧要交租 要交稅 還要交以前看漏了的稅 是 變成了那個處境 就是營商環境 這段時間是出現惡化的 那別人才走的 所以我覺得都要正視 那你才起到繼續開放的功能 因為開放些人不來 你也沒有意思的 那我同意是有美國的打壓所造成 但是我聽說外商也有這樣那樣的埋怨 那施生覺得中央要正視 剛才曾教授有分享就是 你覺得規模就比較小 但是我就想問深入少少就是原因 你覺得那些資金是真的悲觀的態度而這樣去做 或者可能有機會是一些政治原因才做一個撤資的動作 兩種原因都有 一個原因就是好像剛才知生所說的 內地政府做很多事情在外商的角度來看 不是很公平的 它真是處理本地的和外地的這個投資 它是有一些分別的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真真正正 那中國內地呢 現在經濟都是進入一個困難期 這個就由三年前開始的 三年前開始就打壓樓價 那時候是經濟泡沫 想弄這個泡沫出來 但是呢 就中國這麼大 不是這麼容易的話 整個泡沫就弄得剛剛好 所以每一次都是 戀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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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戀死了 那現在就斀了要把他們救回去 那不僅是弄地診 嘛,當年呢 就… 少是… 那很多雄業都面對打壓的 這樣子就是 騰訊阿里巴巴這些 AULT嘛 這樣就斀了 然後就斀著戀著 那時候救補習 不不了救補習 說救補習 救到那些贏 就沒有...沒有創意 全就是 message 全中國不准補習 所以它再打壓坐的權於なく 非常多 結果很多行業就出了時 出了時 現在就是來過 在來過是要時間的 特別是負債 那些地產商 發展商 現在欠的那些錢怎麼還 它已經是沒有辦法還 沒有辦法 怎麼重新到來過 這是很困難的 曾教授你剛才所說的打壓 原生到的問題是甚麼呢 每個行業 逐個行業輪著被人打壓 股市的表現都是因為這樣而跌了下來 如果你真的看近期的行指 你就當真是17.8% 上落的波幅 但如果全年來看 的確沒有跌穿之前曾教授 曾經說過14,700的低位 下半年剩下的時間 又不夠膽說很多 你看波幅或走勢會不會好些呢 其實今年由年初到現在 行指有甚麼變化 沒甚麼變化 行指沒甚麼變化 但是 行指裏面有一半是升一半是跌的 所以現在行指根本不需要看 看行指沒有用的 行指成雲股一半升一半跌 所以變成行指打雲行 所以現在更重要是去選股 去選甚麼股 選那些會升股 這就是最難的 我們一眾股民都很想知道的答案 詩先生你又怎樣看呢 最慘是你看看前幾天的成交 八百億都沒有 又回到去很安靜 整個股市你怎樣看呢 我自己就覺得前一陣子 將一些人不想或者餐飲 零售業務的不景氣就搶得太淡了 那些數字出來的確是差了的 不過我估計在第三季會見底 現在的了 第三季先生 我們一會兒去逛逛海港城 我們這裡是海港城 人流量是多了的 店鋪裡面買東西的人都多了 因為我在這裡上班 不閒就觀察一下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情況 我就認為香港的零售數字 會在接下來的季間見底回升 好像大陸那些什麼免稅額的增加 都最近開始實施了 那些人可能又開放了一些不同的城市 被人下來 還有我相信香港人上去大陸消費一段 那個熱情都會過去的 因為你始終要花很多旅途的時間 而香港正的東西是絕對不差過大陸的 所以我認為可能最壞的時候 就會過了 過了 下半年就會好一點 整體經濟會好一點 絕對你住在上水 要不然你住在香港的其他地方去深圳 最少留位兩個小時 時間是金錢的 香港人整天都說時間是金錢 那你值不值得留位那兩個小時去省錢 就是今天你一條路這麼遠去到深圳 你又沒有可能 就是吃少許東西 吃10元的東西 它是有10元的東西 但是你吃那10元的東西 你省多少錢 你吃越多還要省得越多 你吃10元你省得10元 省得20元 那何必呢 沒有這個必要 所以你去上面 實際上你整個生活整個開支 其實是多了的 因為那些東西 如果你沒有深圳這個銷牌 你在香港也不會找這些銷牌 因為這些是多出來的銷牌 實際上是多了的 所以他們 師生說得對 你玩了一輪之後 你情過去是嗎 對呀 情過去 似乎兩位對於港人回港消費 這個就比較有信心 是欠過股市 最後想問一下 因為畢竟今年的9月23日開始 打風不停市就會生效了 究竟這個政策對於港股 幫不幫到的 究竟這個政策對於港股 我覺得不是太大關係的 就是我做地產資 有些人說 農曆年沒有什麼生意做到 市好那一年 他不拜年都去買樓 就是那個利益是大很多 就是買股買樓 他能夠換取回報 是足以令到其他人 其他什麼都不理會去做 如果他是機會來的話 所以你打風不得買 他去外邊也找機會 買其他東西補數 最重要是市好嗎 最重要是市好 市升呢 你今天不買 打完風也再買 都對影響不大 你給他24小時有得買 他沒有東西夠膽買 一樣沒有用 教授覺得呢 是啊 我都鎮堂這樣看 一年可以打幾月光 其實就是加多少少 很少的一個成交 對交易所 對經紀行做多少少的生意 其實他們之所以這樣去做 問題就不是真的說 想賺多少少的錢 而是考慮到 現在很多的買賣 已經在網上交易了 既然在網上交易 都不需要人 打不打風也沒有關係 既然在網上交易 我想中來是24小時 遲早就24小時交易 你根本不知道是人 所以就是一個時間表 是一個進程 所以最重要就是 施先生那句 是市況影響 即是無論是股市市道也好 地產市道也好 今集麻煩了 曾教授和施先生的獨特觀點 我們下一集的股壇事件再見 拜拜 拜拜 請問你們 我和我看不在地上 有些人 有一個地方 人 是誰 有一個地方 是誰 有一個地方